好,咱们两位呢都做完了,然后可以进行染色了 这个染料呢是咱们中国一个传统的就是手工方法呢制作出了一个染料 它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从板栏根中提炼出来的蓝色素 咱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桶里了 慢一点 咱们进行染色呢进行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现在呢咱们可以休息五分钟 对,等待了 所以板栏根就真的是蓝的是吧 就是它从植物中分泌出来 它分泌出来的那些色素呢 然后是就是一个蓝色的 其实这个像很多种啊 就是都可以来进行染料 比如说像木头有很多木头 然后石,石头,花,草,果树,果皮 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吃水果 掉到衣服上了 其实那个就是属于就能提炼出来一些的 食物颜色素 哎,西瓜是不是很好的染色的 嗯,是,当时也可以染 但是它没有那个那么好的附着力 其实像我见过最好 最附着力最强的是百合花中间那个花蕊 啊,那个你啊,西不掉 嗯,橘黄色吧 嗯,对,对,对 对,有些,有些染料呢 它就是,它有些东西就某块 它提炼出来的那一些 啊,其实还是很少的 古代的人画画也是,也是用这些东西 是吧,有那个 啊,它它们都是 清绿的 对 哇,这些小葡萄会出来这样的效果 好好看呀 对 果然呢,蓝色少一点,白色多一点 嗯 不过这样也挺,效果也挺好的 挺好的 嗯,好看 就不一样的感觉 对 嗯,这个比较常见的 这种大理 对,这种其实 呃,它还是挺跳的 就是先说比较常见 但是这种呢,挺适合咱们很多 比如说服装上啊 对啊,男生女生都可以 对对对 感觉败货 哈哈,有人要 男生女生都可以哦 赶紧哦 上链鸡 哈哈 一二三,上链鸡 哈哈哈哈 这好看 手伸半了,我们就没有了 对,可以多尝试 让小孩也来玩 对,其实这个让他们感觉 就是传承一下他们那个中国的 传统文化 对 传统文化 要不然很多就是 很多的文化都已经现在渐渐的都没有了 对 所以说呢,这个 希望大家呢,能契承下来这个东西 嗯,广泛加入 对 不断实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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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